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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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晨 过去的几天 各位玩得开不开心呢? 我就玩得开心了 今天讲股假期休市 明天才复市 我今天就跟大家做一段 投资应分析 先讲讲这个表 直到上个星期五收市的时候 12个 我平时 集中观察 它的表现 指数 超短期最好 就是 红囚指数 红囚指数最好 第二就是英国的股市 最差是内地两个 上海、深圳 短期都是红囚、伦敦一样 最差是讲香港的科技股 和中国企股 即是超短期 过去的几个交易 科技股爬上去第10位 由第12位爬到第10位 中期又是红囚股 和英国股市 倫敦富士100指数 而排得最差 依然是科技股和国企股 其他的长期 超短期的情况 有些不同 大家看看 长期最好的是 标准库200指数 超长期也是 第二就是 英国的伦敦富士100指数 这是长期 超长期就是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属于美股 长期最差的是科技指数 跟着国企股 和中期一样 超长期最差是国企指数 第二差才是科技指数 上面的是12个行业组别 说出错了名 12个行业组别的表现 这是根据恒生指数有限公司 或者简称恒生指数公司 12个综合行业分类指数 写出来的12个 我们自己看 最短期超长期 哪些最好呢 顺此随便说 电讯业 公用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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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都是公用事业 电力股真的很厉害 但是 刚刚过去的几个交易 就有点回头了 所以跌回到第二位 最差的是医疗保健业 看下来 超短期 短期 中期都是最差 长期最差 地产建筑业 超长期就是电讯业 电讯业就是超长期最差 但是超短期最好 就是反弹 第二张表想和大家看的 就是看看 我的证券彭绑 超短线 短线 中线 长线 超长线 红色那些 最建议大家持有 其他那些 没有那么持有 不过在头二十位 就表示它最强势 为什么 超短线 现在是不要碰的 然而最强势是 中国移动 短线三只可以持有 折到上升 收市为止 中移动 中海油和华润电力 中线六只 农夫山泉 华润电力 南月亮 信誉光学科技 中电控股和中国 旺旺的 长线有八只 自己看 八只 超长线 十五只 OK 这些就是最强势的 我分析的股票 加上一些ETF 交易索卖密基金 总共153只 表现最差的20只 是什么呢 超短线 最差是京东集团 短线都是它 和韜博 这两只 时代天使 这三只是一样的 第四位都是一样的 快手都是最差的三只 中线是京东集团 友邦保险 阿里巴巴 长线 大家看看 最差的几只 超长线 这里我不会给它 红色 因为我不会建议 你持有的 所以没有红色 OK 接下来看 刚才跳得很快 过了浓 跳到过了浓 给大家看的 高阶技术分析表 这个高阶技术分析表 显示我们四张主要图 月线图 周线图 日线图 不是小线图上面 我发明的一个叫做 好淡指标 BBI Bull Bear Index 里面的指标 每一个指数 或是相关期货的指标 我们是关心 看看平均值 平均值 现在超短线 41 41代表市况是港股大市 整体来说都是偏淡的 短线图 短期好淡指标 反映出短期的情况 36 都是偏淡的 中期22 22 就是向淡的 即是中期形势 港股仍然是向淡 但是反弹着 你知道上星期 都是反弹的势头 整体来说 除了星期五 上星期五 就回吐了一个明显 长期就是17.667 很低 是显著向淡 这就是一点都不漂亮的 因为就是显著向淡 港股整体来说 短期有反弹 但是中期未好 超长期就更加差 我就担心 这个中期 如果中期的平均值 跌至下跌至20 或者以下跌至20 或者以下跌至更加差 就更加差 希望不要这样 才令到12月 不是 12月之后完 之后1月 或者预期 或者希望 希望和预期 在农历年之前 都有很多表现 一个大反弹 甚至是短期的大型升浪 机会是有的 即是说机会不是太低的 我现在看一个机会 在1月农历年之前 农历年好像预期 有没有记错 有一个展开 可能初期的幅度未必大 升幅 但是开始 大型小小的短期反弹 机会是不小的 我暂时看 应该有40-45% 虽然这么说 但是可以先跌后升 再创低位 先跌后升 就是我预期 初步预期 下一个月港股的表现 记住 接着 升降指标 这个也是我发明的 大家都知道 有分了五个板块 升降指标 都是一般 最差的分极构是负数 负数 负24 最好的相对地 就是红筹股 正41 红筹股最好 大家都知道 电力股很厉害 如果跟他们的平均线分布指标 分布形势 计算出平均线分布指标 又不错 是除了科技股 真的差 只有33 红筹 100 蓝筹也是100 其他两个 整体大事来说 我用综合指数来看 恒生综合指数来看 501只指数成分股 恒生综合指数 八十三都是很漂亮的 国企股 很淡 一半 稳率指标 43 13 14 14 14 就一般 低于50 有好有淡 简单些 怎样说 看不清楚 就这样说 上星期五 这几个板块 总成交金额 比对分50天平均数 全部都是缩减 这是非常正常的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上星期五 只有半日市 所以未能作准 好了 看看我另一个范名就是 Return Risk Ratio 直播率 主要指数方面 五大指数 黄压线 超短期 有没有可以做好做淡的 值得够直播率 有两个可以做好的 红筹指数 你找红筹指数相关的 期货、期权、不母 或者ETF 认购权证、股权证等类似 做淡是科技指数 短线 做好做淡都不够直播率 中线 除了红筹指数之外 对不起 我说错了 第一个应该是短线 短线是做好的红筹股 做淡的科技股 因为这个表是没有超短线的 中线是没有的 长线全部都是做淡的 除了红筹股 足够值得做淡的 超长线就没有了 十大市值的股票 看一看 短线的 做好的应该是建行 做淡的是美团 美团 其次到有邦保险 跟着阿里巴巴 以及京东集团 很多短线 中线 一只可以做好的 是汇控的 中线 长线 十只都没有特别值得 足够值得做淡 超长线亦有这样的情况 看完这个表 跟着今天一个小看的表 就是港股主要市场指数 这里就除了五大指数之外 我加多了一个创业版指数 GM 6个指数 我去看它的波幅 你看看 最近那段时间 你见不见那些波幅 是升回上来的 我说过 先伦跌到14厘左右 恒生指数 我记得20天年度化的历史波幅 这就不是20天年度法历史波幅 而是20天年度法历史波幅 的五天平均数 来的 回升 回升是代表什么呢 我在明天的 经济通 运筹运压 都会再提醒大家一次 现在先跟大家说 就是说 回升就代表 嗯 市正够了 是冷了 我预计是先低后升 先跌后升 找低位 然后大型幅度回升 如果真的我预计 方向是正确的话 那 港股到时升的上升动力呢 四个字 不容小趣 你不要看轻它 OK 只要这些指标 这条线的五天平均数 继续是升的话 记住了 如果继续升的话 真的不要看低它 好了 接着呢 我们看另一个表 同样是这样看法 不过就是看12个行业组 4567 12个 这个很厉害 这个是什么 什么色 这个是红色 红色有虚点的 这个 医疗保健业 没错 急升很厉害 留意了 如果医疗保健业股 是升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做 它跌的时候 千万不要做好 这个就是看波幅 最有用的方法 其他普遍都是在升的 情况跟大事一样 好了 说完了 说什么呢 过去的周末 大家在我的YouTube频道里面投票 就说想我 今星期重点分析 一面倒赢 就是 这个 比亚迪股份 1211 同期 我给了5个 有些朋友 可不可以第6个 可以 都有几个人 给了第6个 但最先给我的 就是 网易9999 9999 将会放在 我今星期五 给大家投票的 5个选项里面 其中一个 图表 稍后再看 先看看上星期五收市的时候 比亚迪股份是收262.2 A股 你见到 我录这段音的时候 其实就是 昨天 不是昨天 sorry 是今早 今早 下午1点 11分 现在A股 正在跳 A股是有价 正在跳 我们来看看 上星期五 港股收市的时候 他一开始 就见过高位271.4 之后 急跌 跌到全日的低位 就是258.4 接着低位 反复上落 试多一次 试多两次 接着大幅上来 不过最高 也不是很高 最高是见过262.2 就是以反大的高位收市 都要跌 1.503% 收市位262.2 比加权平均价 是略低的 加权平均价是262.4 零先延 这只股票的波幅 是39厘 恒生指数的接近2倍 成交半日市是大增亡 比股份 留意它是大增亡 就是在这个低位 258.4前 买卖双方 上星期五增市是非常激烈的 再看看 上星期五收市的时候 非省户主动买股比率 就不漂亮了 36.64 就显示股价入市态度 是很进取的 这个比率 我们叫做 看看 叫做 显著支持下跌动力 显著支持 因为它够40.60 但又不够35.65 我会叫做非常配合 如果够30.70 我叫做 极度配合 这个没什么所谓的形容词 只是负词 显示给大家看不同的强度 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这个比率36.64 是比整体来计算 就是计算所有市场参与者 包括散户 中户 普通大户 特大户和超级大户 五个级别的市场参与者 反而主动买股比率高 是44.56 即是主要订货的是什么 是中户和大户 究竟是中户还是大户呢 如果是大户 是哪种大户呢 我们其实都可以看的 另外是绿德资金正主动卖出的 即是5123 六个交易日 绿德资金正主动买入之后 绿德资金正主动卖出 是5800多万 占成交金额也不低 比率也不低 10.92% 所以不要看低下跌动力 上星期五 应该说金额不少 金额说多少 但比率不低 金额说大小也不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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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通常说$多少 你多些钱还是我多些钱 你大些钱还是我少 我大些钱 我找的钱每个月比你少 我不会找多少少 我找的钱比你大小小 我小一点也不会这么说 收市位262.2 上市是5 看到上面的阻力位 我数上去 又不觉得很长 但下面很明显 看下 这条261.4 是即市的重要支持位 下边搜不到 就去看$260 再看成交分析 我们看标准自动对盘 当然 看下大户 三类大户加上 OK 细选 细选三类大户加上 它就有22宗的成交 22宗交易 是够200万或以上 每宗单中成交 哇!更差 82比72 这代表什么? 中户 股价比散户股价 入市态度进取 而大户股价比中户股价 入市态度更进取 加权平均价262.73 那我看看大户 股价之中 看看一些特大户和超级大户的行为 星期五的时候 上星期五是怎样的? 我说只有两宗 两宗都不是超级大户的 两宗都是质货 0比100 平均是264.55 7,4 那就真的不漂亮了 那当然 你让我按来按去 有些方法 有些容易的方法是怎样的? 那你用我们的经济通 经济通的强化版MQ 即是在手机上可以下载 打经济通 或者ETNET 下载黑色的APP 黑色的不是红色的 现在申请进去 两个星期免费试用 试用之后每个月付80元 就可以有这个功能 分成五个级别的市场参与者 看看哪些主动挥股比率是怎样的 哪些质货 哪些质货 在态度上较为进取的 以及他们只买入 资金主动买入 资金主动买入 资金主动买出的金额是多少 做到很多分析的 对分析的股票 分析的股票 分析的市场都非常非常有用 每天我都会看的 接着呢 我们看看 上个星期五 哪个主要是托着这只比亚迪股份呢 比亚迪股份托着的 我看一千万以上 有中信箭头 有回风政券 摩根斯丹尼 都是一千三百多万 至一千七百万 不等的资金性被动买入 平均261.8元 压价的高盛亚洲、美林和Credit Suisse 全部都是资金性被动 卖出一千一百多万 平均262.8元 261.8元 262.8元 大约 好了 我们做图表分析 图表分析 先看月线图 阴阳足月线图 比亚迪股份 哇 非常不美 什么叫非常不美 你先看一看 这里是持续的星势 从这里到这里 这一支是长生区的阳竹 这一支 好彩 我说是好彩 不是十字星或者十字体 为什么呢? 因为阳竹还有一定的长度 如果这个长度是很小的 看不到收市位高于开市位 还是低于开市位 我说那个月 是说十一月的话 而你十二月 现在跌到这里 假设今个月收市 仍然是262.2 262.2 代表什么呢? 看看十月的时候的开市位 是 我用个计数机出来 246元 收市位是296.6 我们算一算 把开市位246元 加296.6 大家加一加 再随以二一 豁户随以二 就是271.3 即是说今个月的收市位 12月31日 今个星期五 我记错了 我忘记了 今天是多少 27、28、29、30、31 没错了 星期五半日收市时12点 之后计行生施数 一定要高于271.3 你到也一样 但现在只有262.2 就是说 小心点 这样就会出现一个 我可以说是 类似黄昏之星 利淡转向形态 对这只股票的长期走势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小心点 虽然不是正统黄昏之星 少少类似 是很不利的 还要看看之前的高位 长期来说 278.22 能否守到最终 现在是守不住的 下方便麻烦了 未说点麻烦之前 我看下一个指标 保理家通道 SAR 利好的 STC 利好的 3 利好的 MACD 仍然是利土 虽然它在营造一个 红叉离淡转向形态 当这个橙色变为绿色 即是 difference 就是正数变为负数 在零线上面 变为零线下面 现在仍然是正的 这样便便发出了 牛红公公信号 到时便确认利淡转向形态 便变成一个 两个 三个 暂时 两个 对不起 两个 暂时来说 四个好一旦都仍然是向好的 长期 只是一个 只怕中期的调整 好了 刚才我说的麻烦是什么 如果这样的情况 跌到这个前边 到时 长期说一点不出奇 跌到这个前边才会再升 甚至附近 不要说前边 附近 这个位置是什么 232.6 大家记住 这个低位 跌穿这个低位是什么 你就要计数 这个升浪由何时开始 今年是5月开始 最低是179.82 179.82 我先开Excel 先开Excel 找回Excel 179.82 太多了 不好意思 对下 179.82 对 对 179.82 对 最高是324.6 324.6 324.6 我说麻烦就是什么 如果324.6 对 如果这个低位 235.2 搜不到 跌到0.618倍的量度跌幅目标 将为235.16 230多 第一个位 是235.2 235.2 235.2 其实 这个位置 我先看清楚 有没有计错 刚才移动 Excel 179 原来是 138.22 对不起 真的错了 对错了 我看了 Low 八角 不好意思 有时候会这样 要顾太多 138.22 才对 OK 再来个 138.22 升到324.60 324.60 OK 0.382 0.382倍量度跌幅目标是253.4毫0先3 跟235.2相比高 第二个位 231.41 就是低 如果235.2 搜不到支持 就要看231.41附近 再搜不到 这个关口重要 0.618倍量度跌幅目标 就是209.41先7 记住 209.41先7 如果这个也搜不到 长期很大机会 玩完 那你就 对不起 138.22 138.22 暂时就不要看得太灰 因为指标始终是五个指标 有四个利好 长期形势还是向好的 跟着说的是周善图 中期 中期你看到一浪 高于一浪的形势 是未被破坏的 什么时候才会被破坏呢? 当然我们就会看这个低位 这个低位 不是这个 这个 232.6 232.6 232.6 低位 232.6 你看到232.6 24.6 是中期重要的 阻力位 大家先记住 现在市场还在跌 你看看 阴烛 这个应该是阳烛 肉眼看 没错 开始是一个 两个 三个 四支阴烛 现在是四星期阴烛 现在 会不会今个星期 第五个星期 小心一点 特别是当市场上升 而它不跟上升 那就更加要小心 因为到时 市场下跌 它会跌得急些 很大机会 很幸幸的 怎样我说幸幸呢 我解释给大家 上个星期最低见过247元 就是出了SAL極点低位 代表只要 今个星期 下个星期 最迟后的星期 不出现低过247元的收市位 那个星期内出现 不要紧 最重要是收市 不要低过 当然 那个星期出现 而出现 我要补充一句 出现 而低出的幅度 不是太多 就不要紧 如果你一开 就可以到这里 当然紧 很重要 那就是 市场有七成的机会 是先反弹的 反弹之后 就后华了 保利加通道 是淡的 因为保利加通道的中族 就变成阻力 以及升势放缓了很多 RSI STC MACD 都是淡的 即是哇 现在这股票的中期形势 是显著向淡的 中期 中线投资者 一定不要持有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 这只股票 大家很喜欢持有 或者已经持有 如果有很多人的 就是比亚迪股份 如果中期股票 如果有中期股票 建议大家 找一个好的机会 沽了它 先换出第二只股票 不是说它将来不再升 不过现在这一刻 你继续持有 死手是比较吃亏的 换什么股票 当然换些强势股 什么叫强势股 看回这集 我开始给大家的表例看 自己找 那就是 好了 那也顺便 鲁起来 多说一句 什么叫适当时候 那是否等它跌得多的时候 才召唤 因为反弹得多的时候 就换了 其实不用的 你发觉它 不是很升 不是很弹的时候 就走 因为它弹得多的时候 那些强势股 会比它弹得更加多 你趕时就换 没错 你沽股票 你输少一点点 例如举例 你真的不要再高位入了 但是你买其他 你不要买贵 两者合计是得不常失的 另外也看了一张 音源组周线图 是出了个射击斯星利淡转量元带 之前我都说过 这里是第二个射击斯星利淡转量元带 两个连组 这两个射击斯星中间的低位 已经成为了中期重要阻力位 这个低位就是280元6毫尺 280.6 这就是中期形势 是两个字 不妙 但是有条件 再见底 见底 先弹上去 只要它弹不过这个 280.6 四个字 依然不妙 短期 日线图 是 日线图反复下 都是 你说这里不是见底 我真的不敢说的 是不是 真的不敢说 你是不是 见底 我当这个 括弧1 但括弧2 括弧3中1 括弧3中2 这里不是已经是括弧3中3吗 就算是 括弧3中4 已经有括弧3中5 看来形势 都是 接着还有括弧4 还有括弧5 看来形势 都有六成至六成半的机会 就是我刚才的数法 所以就不要碰了 那不真的不要碰了 先看看指标 保持加通道弹 MACD RSI STC 好 两好两担 看完最后一个 SAR SAR 反过来出现了极点高位 就是刚刚上日四月五出现的309.8 即是说 在今天 明天 最迟后日 必定要高过 必定要夸张一点 九成 九成要高过309.8的收市位 否则七成的机会是往下跌的 甚至乎这个位247元是守不了的 会再创低位的 那就是 不太理想了 好了 还有想说多一件事 今天是假期 好了 不要有时间性 不要很赶急的制作给大家看 说多一件事 你知道我挺认真 我希望尽量 如果我不在香港 就没办法 尽量每一天 除了星期日之外 都是 即是日 因为我说投资影音教育上评 好像昨天那样 就是给那些 Plantinum 或者Diamond Patreon的订户 去上评 每天都 最少有一段 投资影音分析给大家 无论是假期 或者不是假期 也好 即是这样 就是对得住 订阅我的Patreon频道 支持我的大家 好 我们说完这个 说什么呢 就转一转指标 今天说完 我们来看看指标 我想先看这个 识势 看这个 成交量 看OBD 看DMI 这三个 好 看成交量 反弹一日 两日 三日 其实没有三日 你以为这个低位计就够了 一日 两日 三日 领呢 你看看成交 是一级一级跌 很可憐 反弹的时候 成交一级一级跌 代表什么 上升动力 是有限的 只是那些 沽货的入市 看见跌得多 跌得残 補一補货 不是真正看好后市 这是不配合升势的 OBB 你看看 但上来也很弱 OBB 跟股价一样 都是弱的 所以就 不是很漂亮 再看DMI DMI ADX在20线上 是继续攀升 再代表什么 动力充足 代表上升动力 下跌动力 看不看下 正DI 在下面 负DI 正DI 在下面 先看清楚 没错 负DI 在上面 即是下跌动力 大的上升动力 而配合 即是说 股价完全是占优 短线来说 这个股票 短线来说 可否投机 你说投机赚了两个价位 也叫成功 你投机 我就不会做 这段投资金分析到此 明早 我们在开市之前再见 多谢各位收看 ETNET 强化版MQ 手机串流报价服务 股价自动更新 隔心功能包括 全城最齐IPL暗盘 资金流向 血商持股比例 瞬间捕捉 板块轮动 每月只需88元 加送50元超市现金券 立即申请 立即申请